行政院政务委员张景森也在脸书发文挨到齐柏林 但话锋一转又点名前格魁江一华 以及前任内政部长李洪源批评马政府毫无作为 但发文没过多久之后立刻删除了 其实看见台湾上映之后引发轰动 政府立刻拆除清净农场违建 开发电子大厂排放污水 更推动环境保护修法 如今齐柏林不幸过世 各界缅怀之余更担心 未来还有谁能够继续翱翔天空 用镜头守护台湾 采矿场将翠绿山峰挖出一大块赤裸灰白宛如断头山 高雄厚镜溪被废水污染的红通通 让人看得好心痛 这些都是一顾导演齐柏林 用镜头记录的台湾土地伤痕 政委张景森时候在脸书发文悼念 曾邀齐柏林空拍 并把画面映成伤心阅历 输出杯歌美丽岛 也是看见台湾基本内容 但画风一转 抛轰前总统马英九执政后 国民党立委停止国土富裕方案 先隔壳将一话 看完电影 虽说要处理 却拿不出办法 内政部长李鸿源 更是一边包场 一边偷偷开放水库及水区土地炒作 不过文章贴出没多久 很快就删文 有一些事 你不管怎么做 他都在一个违法地区 那这一类就必须要立即拆除 电影上一后 政府整个冻起来 拆除清静农场违建 开发电子大厂 排放污水 更推动环境保护法 当时江一话和李鸿源 更为此产生冲突 让导演齐柏林 连续两次致电李鸿源盗窃 他是觉得很过意不去 他觉得很不好意思 造成这些困扰 邀请我来参加这个专案小组 但是我刚好讲过 我就是一个观察的角色 李鸿源特地成立专案小组 隔年二月 江奎更指示 未来不再新开辟高山公路 很有节奏地在做 所以不是说 因为看到了这篇影片 我们才突然想起来 没有要怎么做 一部电影撼动台湾 点出政府看不见的问题 如今国家痛失英才 未来还会有谁 愿意继续乘风翱翔 用镜头守护台湾 记者台北综合报导